清末满人的现代民族自觉与中国认同之演进 坚论其以大同论为核心的传统思想依据 物须辛亥时期 由于从日本和西方输入了现代民族和国家观念 作为民族的满族、汉族、回族、蒙古族、藏族和苗族 等现代意义的概念也得以产生 并被各自所属群体的知识人见次认同 而把传统和当下的中国归为专制国家 主张建立以各族人民作为国民平等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国 以取代前者 则成为清末十年 尤其是1905年以后满人中国国家认同的一个新的政治思想动力 1906年奉命出国考察宪政归来的满族大臣宰泽和端方等 先后给朝廷上奏秘折 急切表达一种消除满汉民族诊域 迅速立宪的主张和愿望 如宰泽就在奏请宣布立宪秘折中痛切表示 方金列强逼迫和中国全体之力尚不足以预知 岂有四海一家自分枕裕之理 端方也于世年向朝廷奏上一份 请平满汉枕裕秘折 强调欧美各国因国内种族民族关系不同而强弱有别 苟和两民族以上而成异国者 非先进内讧 其国万不足以图强 而欲绝内讧之根株 唯有使诸族相望混成一体 次年他又向朝廷带奏 调臣化满汉诊域办法八调折 认为宪政之机在米隐患 满汉之界移归大同 从而自觉地将民族问题与立宪政治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与此同时 一批留日的满族其人 如恒军 乌泽生 穆都里 玉端等 也加入到呼唤以民族平等融合为基础的立宪中国的队伍中来 他们特于1907年6月在日本东京创办了著名的大同报 不久 其同仁又在北京创办性质相同的大同日报 专以满汉人民平等 统合满汉猛回藏为一大国民为宗旨 他们认为 金之中国为满汉猛回藏人合成之中国 而非一族一方之中国也明以 为了实现其心目中的理想中国 他们痛切反省八旗制度 批判专制制度的不合理 认为 最不可思议 一出累贷专制范围外者 则莫若我中国之满汉不平等也 考其不平等之原因 则以本朝入关之始 种族思想未能尽灭 种族阶级因此而生 遂产生一种特别制度 唯我国民杜焉 这种建立以满汉融合 五族大同为基础的立宪中国的主张 得到了当时满族其人中 不少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 实际成为1905年以后 满人内部公开传播的主流舆论 大同报第三号上 曾登载64个本社名誉赞成员姓名 除了汉 回 土耳护特 蒙古等族中的少数非旗人之外 满 蒙古 汉等族旗人 约占了80% 由以满族为罪 由此可见其影响之一般 值得一提的是 在清末留日的满族留学生中 还有一些人基于对西方Nation概念的理解 甚至强调满族已不再为两个民族 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民族 他们认为 民族与种族有别 它是历史的产物也 随时而变化 因势而进化 故民族以文明同一而团结 而种族则以统一之血系为根据 此民族与种族又不可不分也 他们由此认定 满旱至今日则成同民族一种族之国民以 或言 满旱处于中国 久为精神上之混合 文化上之陶竹 风俗上之进染 政治上之团结 已成一民族 而不可分为两民族 且随社会之演进 已由民族尽为国民 只有兄弟同胞之亲爱 绝无民族离二之恶情 所谓排满排汉 不过无意识者浮言邪说 不足以为我满汉同胞之代表 不仅如此 他们还强调所有中国之人民 皆同民族一种族之国民也 准之历史之实力 则为统一之民族 准之列强之大势 则受统一之迫害 以此二端 则以族系定其国民的关系义 也就是说 在他们看来 民族乃是有别于种族 建立在统一而平等的 近现代国民政治身份基础上的 文明融合体和命运共同体 这一认识实际上成为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重要来源 亦表明 有清一代的中国认同 与现代中华民族认同之间 实际有着一种直接的关联 不过 在立宪运动期间的满族留日学生当中 有的虽认定中国境内各族人民 已融合为一个大民族 但同时也指出 其有关部分的文化融合程度仍显不足 还需要继续加以建设 努力发挥互相同化的积极作用 以顺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统一趋势 满人目督里 在《猛回藏与国会问题》一文中 就明确写道 盖民族之城国民之和 其绝大之原因 全由于外部之压迫及厉害之君等 而他种之原因 则亦源于居于同一之土地 亦源于相安于一政治之下 至于言语风俗习惯 虽为成立民族及国家之要素 然有时不以此 而亦能判定其为某国之国民 若专以风俗言语等 而定民族之一同 则英人与美人之问题 必难解决已 虽然中国之人民 皆同民族 而亦种族之国民也 言语民俗间有不同支点 有时而同化也 故同化者亦造就新民族之一要素 以满汉两方面而言 则亦混同而不可复分 推之急于猛回藏 则其大多数虽未收同化之孝 而其近于内地之人民 则其言语风俗 亦依于内地之人民 虽欲使其不同 亦不可得已 再加之以经营 施之以教育 则数年以后可用者将不避计 不然 伪之于不险 或奴隶视之 则三年之后 其地必非我有 在这里 民族国家认同的 现代政治性原则 以及文化融合 才能使之深化和巩固的认同 可以说都得到了 前所未有的自觉强调 这是对西方 特别是西欧和美国 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理解和运用 走向深化的重要环节 此种通过立宪运动得到加强的各民族一体融合的新中国民族国家认同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在满足其人那里能够有突出的表现 其意义自然不同寻常 它体现出部分少数民族人士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需要指出的是 立宪运动期间 部分刘日满族有识之士 对于中国这一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之认知与宣传 在民族观的根据上 也曾受到刘日汉人杨渡主编的《中国新报》的某种影响 或至少其彼此之间有过一定程度的互动 如1907年《中国新报》上发表《陈静地满汉问题之解决》一文 文中对民族理论的集中介绍和满汉关系的辨析 就相当周详和深入 堪称清末国内有关认知的较高水平 而其强调民族与种族之区别 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满族与汉族具有民族同一性关系 便与前述乌泽生的观点有明显的相似之点和相通之处 不过前述留日其人的民族观 也有不同于陈静地等汉人知识分子的地方 他们一则不愿直接认同某些汉族知识分子 基于文化优越感而导出的童话态度 而更愿使用传统的大同概念 来表达彼此文化相互含话之意 二则更看重和强调民族的同一政治基础 也就是处于同一政治之下的平等国民之因素的重要性 这后一点在乌泽生同年发表的满汉问题一文中 对Nation译法的主张里得到一特殊体现 乌氏反对将英法文Nation译为民族 认为这是日人不查英法此词与德文有别 而又目得风之流弊的缘故 而我国民族二字本非一定名词 粗食日文之辈 一目民族名词 不知已失本意 且盲从好乎民族主义 岂知民族主义推行之于宗法社会 即演进国家社会 视为国民主义 他因此讥笑此种义法为 心学浅律不知言语学者的 遗修天下 见效适林之举 并表示 无论政治的民族主义 即改为国民主义 已是区别而必混淆也 这成为其认定中国各民族 人民平等享有中国主权 共同建设立宪中国的新的思想依据 宗观整个友情一代满人的中国认同 其所依据的思想资源 前后虽不无变化 但儒家的大同理念 却是其始终贯穿如一的思想基盘 大同概念出自于儒家经典礼记 他所追求的是破除一切彼此界限 平等融合 追求共性的人生和国家至上境界 所谓存大同存小异 也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 为人与形式原则 这与中国既是一种重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也是一种与他族类交往的族群观和政治观 乾隆帝在西域同文秩序中 谈到天的各种语言说法有别 但无不敬之之时 就曾使用过大同概念 其言曰 汉人以为天而敬之 回人以为阿斯满而敬之 世级其大同也 世级同名亦无不同焉 大同的前提是同文 同文并不意味着以其中一种代替其他 而是互视共认同存 相互沟通 晚清洋务派所奏办的同文馆也是此意 不过清末端方等满人所频繁使用的大同观念 与礼记泛论的普世性和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大同主张 之超越国界仍有区别 其所使用的范围还只限于国内 但很显然 他们对大同观念与中国国家整体认同之间关系的把握 已经更加自觉清晰和深入了 1907年满人玉端在大同报上特别发表大同义解一文 可以说典型的表达了其同人的中国大同追求 也集中体现了此种思想的自觉程度和认知高度 该文强调指出 大同云者非自视为义而欲同于人也 亦非视人为义而使人同也 大同之本义有二 一约欢迎其不以为义者而同之 一约力导其自以为义者而同之 二者缺一不可为大同 他们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大同为理想 于是不断由小而大 由分而合 由义而同 同之至于今日也 以数千年 合为一国 团为一体 这不仅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 也体现了现代世界发展的进化潮流 在他们看来 满汉猛回藏同处于同一政府之下 由于今日世界之趋势相合 此可庆可贺之事 因为世界今日之趋势为兼容并包 和散为总 由分而合之趋势 顺之则符合进化论所标示的世界潮流 反之则为退化 可能招致亡国灭种的结局 该文由此称 全国各族人为皇帝之孝子顺孙 号召其共保无种 共存无国 由此可见 清末满人认同立宪中国时 那鲜明的自主进化观 和毫不含糊的主体意识 此种认同自然成为稍后满人接受共和中国 认同五族共和的思想基础 1912年2月 龙玉太后在清帝训位诏书中明确提出 和满猛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便清楚地显示出此种认同的接续性 这是我们考察清朝满人中国认同问题 应该了解的历史线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